其实我想要跟各位稍微先说明一下 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 我们非常非常容易拿到很多的资料 举例来说我现在拿到了台北市各行政区 所得税收各年的资料 101年102103104105年的所得税收资料 有没有可能会拿到106年107年的资料 当然有可能对不对 所以不只是这五年 有没有可能拿到前面的资料 当然有可能 拿到这些这么多的资料 我们就会希望把它视觉化 我们就想要把它先分类出来说 我们这个台北市这12个行政区里面 例如说有正成长 正成长就是说那个所得税收 所得税收越多是不是越好 对吧 而且它的成长一直在成长的 当然是很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原来正成长的只有三个行政区 哪三个行政区 它在地理位置上面有没有相关联 是临近的关系吗 这个地方的一个趋势的发展在地理位置上是怎么样 它的一个成长是从什么到什么 好 我们都把数字视觉化之后 是不是就可以很快速让别人看懂这些内容 这样可以了解 好 那这是数字的视觉化 所以我们叫大数据分析的视觉化分析 可是我们现在要来看的是一大堆的文字 最早我们是不是来自这些文字 文字 文字怎么做视觉化 文字在大数据分析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叫文字探刊 举例来说好了 我去收集了 我去收集一千篇一万篇的一个时事新闻 看看现在大家的流行的词汇是什么 对不对 这个就是文字探刊 也就是文字的视觉化 好 那所以怎么把这些文字变成一个视觉化的方式来去呈现 这不就是简报视觉化所在做的事情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 所以你要知道数字的视觉化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文字的视觉化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在谈的这件事 好了 我接下来我想要跟各位分享 就是说 通常 通常 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内容 谁可以使用正清三倍卷 谁可以使用正清三倍卷 有时候 你要去放置 你要去放置的一个方式 12345678 有八项 那我们 我要告诉各位 这个法律条文 很像法律条文 你根本就不能够增减制的 可以了解 你根本就不能够增减制的 那你的主管在报告的时候 其实你应该只要揭露出来 最重要的关键制 举例来说 谁可以使用正清三倍卷 于国内现有户籍之国民 所以最重要的 是不是国民 可以了解 好 例如说 例如说前面这都是形容词 国内现有户籍之 就是的 对不对 好 国民 所以重点是国民 这样可以了解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当你今天你在报告的时候 主管在报告的时候 他可能也只要讲国民就好了 他不需要讲什么 是不是有居住权的 有没有户籍的 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 好 所以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假如说这个项目 我们来去看看 有没有比较合适 合适的简报 来去做使用 我们先讲这个观念好了 我们先讲这个观念 我们把刚刚不可以使用的 把它讲完 不可以使用 你有没有发现 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人指出来说 假设这边不可以使用 有第一个不可以使用的 第二个不可以使用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可能有很多很多个不可以使用 好 那我们来看看 怎么做这件事情 这是第十九页 这是第十九页 所以我们现在来去看 第十九页 不可以使用 刚刚是这一个 不能使用范围 好 所以我就用这里面的第十九页 第十九页 那在这个地方 原则上它只有三项 所以我把这三项 就全部都删掉了 Delete 我想要 我想要把这一个 这个 这几个项目 这几个项目 复制 贴上 可是我只留最重要的字 举例来说好了 水电费 我把字稍微放大一点 大家一起来观看 我留下来的字 好 那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缴纳金融机构 或实际从事 那个什么融资行为 融资行为 营业人之受信什么的 好 那我就从事融资行为 我把融资行为 留下来 记住哦 简报不可以放句号 简报里面 绝对没有句号 可以有斗号 顿号 分号 就是不可以有句号 最好 最好不要太长的字 标点符号少用 微妙 那个 购买或投资股票 公司在认购权 受益 什么金融商品 或其他金融商品 好 我就只留金融商品 然后 罚金 一颗罚金 罚环 好 所以 我只留 罚金 或者是什么 烟 不可以买 烟 还有 强制执行 人之标的 我觉得这个强制执行 应该是 就是留下 比较关键的字 现在重点就是 我要有很多项 对不对 好 刚刚那个只有三项 我觉得太少了 当你可以在 复制贴上 第四项 第五项 那我觉得 在这个地方 Talpoint本身 它也有 转换成Smart 只要你把它 做成一项一项的 滑鼠右键 然后转换成Smart 然后接下来 我们看其他 我是要告诉各位 这边有各式各样的项目 可是这是值的 这是值的排列 好 所以我们往下来去找 看看有没有 横的排列 横的 好 好像这个横的 然后确定 那当然是把它 稍微放大一点 放大一点 你有没有发现在 这个地方 这个人就必须要 移到最上层了 移到最上层 好 这个标题是什么呢 标题是 不能使用范围 然后接下来 我建议各位 其实里面 你某几个 某几个很长的字 你把它换成图片 会更适合 然后把那个项目 就删掉 举例来说 这个 焉 焉嘛 对不对 好 我就点这个地方 直接去输入 其实我比较喜欢 输入的是英文字来去找 好 那 好 例如说 这个好了 这个 插入 好 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放了这个图片 那相对这个文字 就不需要了 对不对 就把它删掉 这样可以了解吗 好 所以我只是希望说 你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可能有时候你会有 它本来只有三项 可是我 我就是有六项七项 你可以稍微换一下 好 那 假如 假如 你今天 那这一张 不能使用范围 我就把它删掉了 比例 你稍微注意 这个文字还需要调整 一下水电费 只升掉 融资行为 你千万不要融资行为 要把它变成融资行为 强制执行 好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你有没有觉得 就是说 我们又成功的把一个文字项目的 直接换 换成什么 换成这个 这个 条例式的 呈现方式 然后视觉化 有不太一样的呈现 这接下来 我们现在就来看 这一个 这个是不是看到什么 谁可以使用 正心三倍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项 八项 例如说 我们来去看一下 有没有比较合适的 好 这个没有 那我们先最小化 看看别的 这个可以关掉 那我们看第一个 最早的时候 看的 这个 假如我就来做这个 好 这边不是 另外一个简报的模板 然后它只有六项 可是我重点是要挑 就是说 那个文字我是不能动的 不能动我就放在这边 可是简报 我一定要先抓出 例如说两个字 到四个字 我就把它放在这里 可以了解 其实真的 我们在念简报的时候 我们在报告给别人听的时候 我们了不起 就只会念到第二节 我就不会再去念到 那个后面的文字了 好 所以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现在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这张投影片如何来去套用 本来它是六项 怎么改成八项的技巧 好 那 回到刚刚自己的这一页 然后这边 我是不是要透过重复使用 投影片去浏览 找档案 然后刚刚那一页是第几页 这一页 投影片十 记得保留来源格式 投影片十 好 那现在只有六项 可是它的项目有八项 你不能把最后三项合并在一起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 我们是不是就 稍微 稍微先把它改成八个项目 重点就是 一二三四 A B C D 好 那原则上 原则上我们应该是先画一个圈圈 画一个正圆形 正圆形 这样子的话 我们做起来会比较对称 这样大家可以了解 我现在大概就是做一个正圆形 其实还有一个方式做法会比较好 就是把这一个圆圈圈复制贴上 然后从正中心往外放大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边复制贴上 这边不是有一个圆圈圈 针对这个圆圈圈 Ctrl Shift按住 然后就可以 这样子 从正中心往外放大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再去把 A 放在指定的位置 例如说放在这边 那 B 是不是往上移动一点 C 到这边 复制贴上 D 你稍微注意一下 我移动的时候 这两个右边要切齐 右边要切齐 有看到吗 右边有没有切齐 它会自动产生那条线 我在做这C的时候 是不是要跟A切齐 我就左右来去动 可以了解 所以 所以你应该在位置上面 不太会产生一个 就是 就是 在位置上面的调整 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好去拿捏的 你只要决定 A跟B 然后C D 自己回去的时候 可以去玩一下 那接下来这个 1 2 3 其实是可以把它 delete掉的 好 我现在呢 先把 这四个 这一个大圆圈 配这个 A B C 还有这个 C 我先把它 群组起来 它就变成一个了 接下来 复制 复制它 贴上 然后记得 记得把这一个 这一个贴上的这一个 新的群组 我们是不是要去做一个 对调 对不对 所以 这边我们选择旋转 旋转里面的水平翻转 好了 接下来我那个蓝色的 蓝色的这个圆点 其实是可以要删掉的 可以知道 我主要是要先产生 ABCD 然后左边跟右边 这样就对称起来了 剩下来就简单了 剩下来是不是这个 绿色的点要贴到 例如说 假设我贴到这个 这个 最右边 那它是不是要对到 这一个 那接下来是不是 这一个 对应到 A的 这一个 复制 贴上 好 把这一个 C 对应到 这个 B 大概知道 我现在在做什么事 那剩下来就是 那几个项目 记得 我们又回到 刚刚这里面 我们要再录出来 这个 于国内 现有户籍之 国民 我要 国民两个字 然后 我要 国民 这两个字 接下来这边是什么 政府机关 因公派驻国外 于国内 现无户籍人员 即其具有 我国 国籍之眷属 那 就是 公派 公派 驻外人员 公派 公派驻国外 人员 驻外人员 所以在这个地方 直接换成 驻外人员 那 相对的 这个字 因为是四个字 四个字 我就只好 稍微缩小 缩小 为了挤进去 这样大概知道 我在做什么事 然后 于国内 有 于国内有户籍 复制 能够放成一行 就放成一行 然后贴到它旁边 可以吗 我只是要告诉你说 假设 假设当你今天 你就是要放这么多字 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只能用这种方式 来去告诉你 选择性贴成这个 然后我把这个字改成白色 那相对的 这个我就要拉长一点 那这里面我就要换掉了 这里面 例如说先伸掉了 可以吗 就是假设你最后做完的时候 是不是有八个项目 好 那我想 我们剩下就是那个复制贴上 你就不去做 这个 因为真的有 有时候这些法律文字 你是不能动它的 不能动它 你就要想 你就要尽可能的想办法 把它呈现 好 你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去呈现 那 我就不一一做完了 最后做完就很像 就是这边 一二三四 这绝对不是11 11啦 这绝对就是我要放 那我们在讲这张投影片的重点会是什么 谁可以使用正新三倍券 例如说我国之国民 还有住外人员 这样可以了解 我们只讲最重要的重点 你千万不要真的也把这些细项讲完 好 因为你讲这些细项就是在讲资料了 我觉得就没有很大的意义 这样可以了解 那 我想我接下来还有什么 什么 什么 因为有些人他就是要强迫 就是真的 真的有很多人 他就是要把这些细项 他认为是很重要的 他就要把它放上去 当然会啊 所以 所以我只是要告诉各位说 我们在讲的时候 我们只能讲到这个圈圈之内的 这样可以了解 这只是提供给别人来去参考的 那些法律文字 而且法律文字 我们又不适合随便去动 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只是说 我只是说 我只是要告诉各位说 真的有些人 他就是要把这些细项的文字 全部都呈现出来 才能够完整地去表达振兴三倍券 所以他也有这样子一个模式 可是请你记住 这边才是我们的重点 你当然你可以只要把这一圈画完就好了 这样了解 我只是告诉你说 有这样子一个模板 那接下来 我想要跟你们再分享的是 这个 这张投影片 这张投影片应该是我们所有投影片里面 最重要的一张投影片 请问一下重点是什么 你有没有看到一千 两千 三千 对不对 有看到吗 可是它不是真正的重点 因为你看 一千元 两千元 两千元出现两次 三千元 出现两次 对不对 以数字来说 出现了三个不同的数字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消费效益 有看到吗 一次 消费效果 你就把它当成消费效益了 他写了另外一个名称 消费效果 消费效益 好 消费效益两次 再来消费效益三次 所以请问一下 这一张投影片的重点 如果你的主管 他圈 三千 你要告诉他 消费效益出现了三次 它才是重点 可以了解吗 你觉得三千比较重要 还是消费效益比较重要 消费效益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他出现三次 因为他出现三次 可以吗 可以吗 真的 这一张投影片最重要的重点是消费效益 所以既然消费效益是最重要的重点 所以我们是要化消费效益 各位知道什么叫消费效益 就是 如果是一千元的话 如果是一千元的话 我们台湾是不是 就是两千三百万人口 所以产生出来的消费效益 相乘 得到的是 两百三十亿 的消费效益 可以了解这一段吗 可以 就是两百三 两千三百万乘以一千 乘出来的结果就是 两百三十亿 这就是消费效益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挑比较合适的投影片 有点像 我觉得用 用这一张来去讲会比较好 用这一张 对不起 用这一张来讲 就假设我有一个圆圈圈 来去描述消费效益 然后里面有 两百三十亿 可以了解 我现在用这一张 十八页 所以 所以要透过浏览 浏览档案 来去找 第十八页 这边要打勾保 浏览源格式 第十八页 这观念一定要讲完 然后接下来我再讲 那个样板的统一 好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在这里面 这里面 主要就是在讲那个消费效益 所以 我先把右边删掉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要换成两百三十亿 然后把字放大 两百三十亿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我选到这个复制 贴上 放到这边 你有没有发现 他这样间距 还有下面 下面的那个底线 放开 然后接下来 这边 这个其实是要伸掉的 左边是不是在讲的是什么 直接发 直接发现金 两千 贴上 这是直接发现金 两千 那复制贴上 这个叫做 振兴三倍券 那振兴三倍券呢 它里面的消费效益 所以这边是不是要变成 两百三十亿 复制贴上 好 那请各位再稍微注意一下 这边 这边 我们中间应该要加一条直线 去稍微把它隔开 然后我们把线稍微变宽一点 然后接下来我们先来去观看一下 这个圆圈圈应该要比较小 这个圆圈圈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这个圆圈圈相对就要稍微小一点 所以我们会按住 Ctrl跟Shift键 来去稍微把它缩小 往正中心缩小 放开 可以吗 大概是这个样子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还没有结束 因为你看在这个地方 如果是用振兴三倍券 有三千元的消费效益 为什么 这个是民众的 这是民众缴的这个一千元 然后这边是不是产生就是额外的这个两千 那他这边还有写了一句话 加上业者加码优惠 业者加码优惠是什么意思 就是不晓得各位 有没有享受到那个什么很多使用消费券去购买可以打几折什么之类的 可是 可是我觉得我必须要画在这个圈圈之外 这个圈圈之外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就会先插入 插入一个这个符号 然后加 然后加当然我们就用 就用这个好了 加一个圆圈圈 所以我们把这个 这个复制贴上 搬到这个地方 但是他可能会加进来 好 所以我原则上会这样子来去呈现 因为有人可以享受 有人就直接 例如说230块 你就给他30块 然后直接用振兴三倍券200块 然后也没有享受到其他的什么优惠 好 所以这个颜色我也想要把它换掉 换掉 好 例如说是 企业 企业 所以我们 我们如果是这样子来去呈现 我们是在说明什么 消费效益 消费效益 所以可以大致上看到 意思就是说 如果直接发现金 2000元 消费效益 是不是比较小 如果我们 就是民众出1000元 然后 那个 这边 变成 另外的 就是多了2000元 然后企业有所 就是说 支持 产生出来的消费效益 是不是比较大 可以了解吗 这个 这个 标题在讲的事情 可以理解 选择性 贴上 好 这样子 有没有问题 所以 你可不可以了解说 像这张头 银子 这张投影片 它真正在讲的重点 它真正在讲的重点 是消费效益 可以理解吗 而不是那个1000 2000 3000 好 那再来 我想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这边讲的是消费效益 然后可能在文字上面 它在描述 为了前后文 它可能会稍微做修改 所以这样我们是不是也看懂了 消费效果 消费效益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要先了解说 真正的重点是什么 如果说今天主管圈出来的重点 然后你把这个重点呈现出来 我觉得应该不会差距很多 可是他就是怕说 主管主管 他圈出来的这个重点 并不是真正的重点 这个时候 你要稍微去帮他看一下 好 不过我想 文章是他写的 所以他一定知道 他要讲的 他要讲的 这个词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次 是有原因的 那我就先把这一张删掉了 好 所以你看一下 现在我们看到这样子一个简报的内容 我们现在看到这样子的简报内容 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说 首先我们在做简报的时候 可能有些的字 有些的字形背景 我们需要统一一致 你不要给别人感觉说 我用了很多不同的模板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来去看一下 怎么去做到这件事情 首先 首先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下 这一张的简报的母片 跟这一张简报的母片 跟这一张的简报母片 是不一样的 你看 这一张的简报滑鼠右键 版面配置 它用的是这个 用的是这个OBIS主题 那这一张 这一个 滑鼠右键 这一张投影片 版面配置 我们用的是默认设计模板里面的空白 可以了解 所以我现在要告诉各位 首先我觉得 我想要把每一张投影片的背景都调整 变成一致 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 那你就变成你要把这个 例如说你想要用的那个背景 把它相关的母片全部都设定好 所以怎么设定 首先这张投影片 这张投影片的背景 这边你可以储存背景 你可以针对这张 我觉得这个高楼大厦背景 这是我喜欢的背景 我就把它全部 就是我先把这个背景储存起来 滑鼠右键 储存背景 然后接下来在 我们预计储存的那个位置 为了我上课方便 我都是会有建立一个我自己专属的资料夹 这个简报视觉化 好 然后这个背景呢 我就取名叫高楼 背景 然后点选储存 好了 那接下来请稍微注意一下 这一张投影片 这一张投影片所用的母片 好 跟这一张还有这一张都不一样 可是我已经有背景了 所以我把那个背景全部调整变成一致 怎么做呢 首先我就先点选 简视投影片母片 你会发现 我们用了很多套模板 所以可能你在这个地方 每套模板的母片 我都留下来 都留下来的情形就是 这边有一套母片 这边有第二套母片 第三套母片 其实应该是说 这一个背景啊 这个背景 我想要套用给它 所以怎么套用 那你要知道一件很重要观念 你给它使用 就等于给这两张使用背景 也就是说 这一张是母片 母片标题 就是当我今天把这个母片标题改掉 等于下面这些那个纸母片 全部都会一起跟着干 好 举例来说 在这个地方 这一张 这一张标题母片 所以我的背景样式 这边 投影片母片 背景样式 背景格式 我可以直接去选图片 图片 可是我是来自于档案 来自于我刚刚存放的位置 简报视觉化 这个高楼背景 插入 你有没有发现 当我这一张改变 我下面每一张都跟着赶 可是第二套母片还没有赶 所以我还要再做一次 就是这个第二套母片 因为你各套母片的格式 你必须要保留着 然后接下来点到它 然后接下来再填满 这边图片 以档案的方式去找 找到这个高楼背景插入 你看一下 这样子三套母片的背景 是不是就一致了 我先关掉 重点不是看刚刚母片 重点是看我们的成果 格式背景我先关掉 重复使用投影片我也关掉了 你有没有发现 这是我的第一张投影片 本来是白色的背景 现在是变成有高楼的背景 我只是要告诉你这件事情 这一个这个也改变了 这个是指说我们的那个预设 我从乌尔的文件直接传送过来的那一个文件 那张投影片的母片也做修改了 这样可以了解 所以我每一张的背景是不是都改变了 这已经做了一个非常大的调整 可是并没有花很多时间 可以了解吗 好 还有一种情形 还有一种情形 现在是不能做 现在是不能做 就是假设 假设今天我不喜欢这一个版型 你其实可以滑鼠右键 这边有一个叫重设投影片 就是你把别人的投影片的版型 整个就取消掉 这叫重设 重设回复到office原预设的 但是这件事情我不太推荐你们做 好 因为当我们今天用那个别个单位 别个单位的那个投影片的时候 我们能改的可能就只有背景 还有一件事情要改 自行 自行这样可以了解吗 各位知不知道自行 因为有些人他喜欢用 那个网络上下载的自行 但是如果我今天我想要把 所有的自行都改成标凯体 标凯体 这边全部都改成标凯体 这个是图片不能改 这个是图片不能改 正新三倍卷 假设我想要把它变成标凯体 对不对 好 这个名字 好 那我们来看看怎么样去调整 这里面都已经变成 这个也不能改 这个是文字艺术师 所以他不能这样改 好 那我们来看看如何改 如何改变 字形 全部都变成一字 首先 检视投影片 母片 然后接下来 一样是针对 第一章 你选到 选到这个 选到这个 标题 他现在预设的标题是什么 星系名体 所以我们在常用里面要把这个字形改成标凯体 标凯 相对的这里面 我要改成标凯体 你会发现这边改成标凯体 请问他是不是也改成标凯体 下面这个也改成标凯体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你就可以省很多时间 因为我们有时候在制作那个复制贴上的时候 他会用云预设的星系名体 字形 好 但是 但是这个是别人给我们的简报 又不太适合去动 你还记不记得我 我的 就是说 行政院标题页 我里面的字形 它都不是标凯体 我现在全部都统一 把这个字形 把这个字形 全部都改成标凯体 这是标凯体 这边是标凯体 还有这个 这个请各位注意一下 它里面 它里面我要标凯体 可是它里面是简体字 所以我简式 对不起 教阅 简转版 我要把它变成 管体中文 好 然后我全部都改好了 全部都改好 字形之后 投影片母片 关闭 好了 那你会说 这个 这个 跟这个都不是 因为它不是那个 正确的标题 文字 这是用插入 文字方块做出来的 可以了解 这是用插入文字方块做出来的 好 所以它就不会改成标凯体 我们就必须要手动的方式 我们就必须要手动的方式 然后去把它改成指定我们要的字形标凯体 会有这种情形 会有这种情形是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用插入文字做出来的 好 那像这边 这就改掉了 振兴 三倍卷 这本来就是标凯体 你看像这边 这个也不是 这个是直接用插入底下去做出来的 但你要理解一件事情 真的很有可能 里面为了美工的设计 美工的设计 它没办法把那个标题字放在字式的位置 你随便去看一下 你检视底下投影片母片 我们来看最标准的 这是不是它放标题字的位置 这些位置它会限制我们美工的设计 所以它在很多地方 它都不是用标准的这个标题字放置的位置 它就是用插入文字的方式 文字方块 所以在这边就算我们动了 它都没办法去做正确的调整 所以这点是要请各位知道的 因为我们在看那个我们的这些 你看我们刚刚那些模板 没有一种就是它的这个位置是标题 这个位置是标题 所以你就必须要手动把这些不是标题的改 改变成什么标凯题 这是当你今天真的是用那个 别人的模板的时候 代表说你要考量到就是它的美 所以这个时候请稍微注意一下 像这些都必须要去做调整 调整变成比如说标凯题 好 那我先还原一下 还原 请注意一下 因为我们一个一个自行的修改 是太麻烦了 对不对 对你们都没有改过 你们都没有改过 还是随便 这到时候 这到时候真的非常重要的观念 它这边新增 有新增功能叫取代字形 你要知道这原本的字形叫做什么 这个什么 Microsoft 然后 Yah Yah e i 好 所以 所以我们就用取代字形 所以这边取代 这个 取代为标凯题 标凯题 成为什么 好 当然我要 把这个变成什么 对不起 刚刚 这边取代字型 标准取代 我不晓得这边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因为可能是我里面本身没有安装这种字型吧 所以它这边取代 例如说好了 我先把那个标凯体这边取代字型 先跟我们讲 标凯体变成 取代字型 标凯体 成为 那个微软正黑体 取代 完毕 你就可以发现 刚刚这个地方 这个 这个是标凯体 它就变成什么 微软的正黑体 这个正黑体 这边都变成微软正黑体了 可以了解 那我当然也可以再做一次 再做一次取代字型 把微软的正黑体改成标凯体 标凯体 取代 这是它后来新增加的一个功能 你看像第一页这边 这是不是正新三倍券 是一个标凯体的方式呈现 还有像这边都变成是标凯体 这种方式的修改 是各位一定要知道 你千万不要在那边 一个一个慢慢去做 那我再来看一下 我再来看一下 这 这边 例如说 里面 这一个是 这个字型 我找不到 这一种 找不到这种 什么Microsoft的 亚海 在这边我找不到 好 所以我就没办法去改它 所以我就真的就只好怎么样 把它手动的改成 我的我要的标凯体了 这个字型一样改成标凯体 那当然 当然 我 我会这样做 我会选到 选到这个 文字 然后 针对复制格式 快速点两下 然后就点它 去套用 再来这一页 就是我现在游标还是那个样式 它全部都是标开提的 好 点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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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事情吗 这样我就可以快速去套用 去做复制格式 这件事情 好 所以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实际的应用 如果当我要结束 我就点ESC 然后再把这些字 这些字改成什么 白色 在这一页里面 这些字的颜色都是白色 然后 这个字 我就选择 字中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 就是说 像这边 这边也是要去做 这样子的修改 因为这边我没办法去取代字型 找到 找到这个 这边取代为 一定要找到Microsoft的YAHEI 这个字型 这边就刚好是没有 好 所以我就只好手动来去调整 否则的话 那是很容易就直接取代掉 当你今天用别人的格式 很有可能会产生 他那个格式 他已经使用什么字型 你要去下载那个字型 你就可以拿来使用了 好 那我们 你有没有发现 大概 大概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要来去讨论 讨论一下 就是 这一章好像我们差不多都讲过了 所以 就是如何领取 我们可以什么7月15号去线上是怎么领 然后去邮局领 或者去便利商店怎么领 好 我先留着好了 那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现在差不多我们已经把那个简报 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现在的一个内容 你有没有发现 就很多的内容 就很多的内容已经把它变成图示化了 这种视觉化的呈现 我觉得应该是大家很多人喜欢的一个方式 而且是我们接下来应该要请你们都学会的一个呈现方法 那不用花太多的时间 可是 可是我们接下来要来去思考一下 假设今天主管跟你讲说 快我等一下我要去做简报 这个时候 你即将面临到的就是说 我要做多少张投影片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做投影片是你的工作 这样子的话变成你的压力在那边 因为你的主管知不知道要几张投影片 坦白说他也不知道 他只是有一份这样子一个我的文件 那你到底是要做十张还是五张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稍微知道一下 我们总共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呈现几个重点 那当然你要呈现几个重点 你讲话是要有重点的讲 所以在之前你必须要先去问说 请问一下 等一下的简报你有多长的时间 例如说五分钟 或者是十分钟 你觉得你要花多久的时间 去把一个重点讲给对方听 而且这是要看说 这是要看说你今天讲的这个重点 困不困难去表达 好了 那如果说今天 如果说今天像这一张 你是不是要先介绍一下什么叫做消费效益 对不对 那如果是这一张 你要先介绍一下我们是有使用的一个时间限制 好 那接下来我们各时间的限制是什么 然后接下来分别去做说明 所以在这个地方 像这一张的一个 这一张的一个重点就是在于说 那个消费效益 你要是不先解释消费效益 别人不太理解 好 所以你变成一张投影片 只放一个重要的资讯 也就是重点 所以在这个地方 以我的一个做法就是五分钟 我只会放五张投影片 再加两张 再加两张 一张就是 一张就是这一张 就是开场 没有大纲页 那另外一张是什么 谢谢 对吧 所以这两张是自视化 一定要放的 至少你有两张 再来五分钟 我最多就跟主管讲说 我只做五张投影片就够了 所以他要圈出来五个重点 请问如果他只有四个重点 他只圈出四个重点 那原则上 这是他会去开始要去思考 等一下这五分钟他要讲什么 对不对 所以变成他只要想这四个重点 那你为什么要再多给他第五个 不是的重点 当然有可能一个重点 他分两张来去呈现 这样子好不好 一点都不好 我觉得说如果一个重点 最好是一张投影片全部都呈现 那假设你今天一张投影片呈现两张重点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你这边所花费的时间 就是double两分钟了 可以了解吗 所以在这个地方真的建议各位 不要把一个重点分两张呈现 而应该是一张来去呈现 那最多最多就是这一张投影片里面 放两个重点 但是最好是只有一个重点的方式 这样子以后大家要做起事来 都在讲重点 可以理解 好 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提问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讲的一个结论 就是在于说 假设我今天 我今天我的时间 我就只有五分钟 所以我就准备七张投影片 因为这七张投影片 我就是一分钟讲一张 而且每一张都是很重要的重点 那你的开场 你的开场这一张 最多最多 就是十秒带过去 最后的谢谢也就只有五秒钟 因为那都不是很重要的重点 那只是必须要呈现出来的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咯 我们现在 因为我们已经做完投影片了 请问一下 本来的那一张因为被我删掉了 那一张就只有振兴三倍券 一千变三千 重点是不是三千 所以这张投影片 有没有呈现出来三千 这样可以了解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这边 有哪些方式可以使用 有哪些方式可以使用 这边可以看到振兴三倍券 我们有纸本跟数位 这两种 这两种 其实这个标题 这个标题我就会 我就会再多增加一个叫做 我们来看一下消费效益比 在这两种不同的方式下 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差异 对了 消费效益是重点 所以这个圆圈圈要改颜色 这个圆圈圈要改颜色 比如说你就要改成红色 然后红色 然后宽度 比如说设成这样子 这个 红色 宽度 可以吗 刚刚那个不太明显 这样不太好 这样子一个呈现方式会比较好一点 好 然后在这个地方 这个应该要改成谁 谁 对不对 这边应该要改成谁 然后把这个圆圈圈要移到最上面 然后中间不是还有一个图案吗 对不起 我应该是要把这个图案 跟下面这个 全部都移到最上层 然后记得把这个图案改成 比如说改成字 或者改成 你要改成那个 就是 改成文字就是谁 来去呈现 然后这边 这一张的话 就是描述这个时间 描述什么时候可以开始预约 什么时候可以开始使用跟截止 然后三倍券可以用在什么地方 好 在接下来最后 最后我想 再跟你们回顾一下 就是说 讲说今天主管他在报告的时候 主管他在报告的时候 通常我们简报是有这个备忘稿可以使用的 我们学界是这样用 就是评审 或者是委员 坐在对面 那我 我也是坐 坐在他们的正对面 对吧 然后呢 然后他只看得到我 但是看不到我的电脑的 就是我们的电脑画面 其实我们分成 就是说 给他们看的跟自己看的 所以我们很容易看到被忘稿 看到被忘稿 只会养成一个不好的习惯 就是照稿面 这样可以了解 好 可是坦白说 坦白说 我 因为我们的 那个很多的报告 全部都要全英文 好 所以我一定会先把我的英文稿 全部都先打好 好 真的 真的 然后用背的方式 只是 我在报告的时候 我就尽可能不看那个备忘稿 好 因为我都背起来 真的用这种方式会比较好 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 我们在 就是 一般 一般 好像 你们的报告 是不是假设 假设 那个院长就坐在前面 然后你这样 这样报告给他听 然后 你能够看到 后面那个荧幕吗 看不到吗 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你可能就是手上拿着 拿着那个简报笔 简报笔在切换 在切换 所以你只是对着他切换 你不可能这样子来去报告 对不对 你这样报告是不是屁股对着 对着长官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你偶尔可以这样子切换 对吧 所以基本上这五分钟 你要报告的内容 你就算放到那个备忘稿 都没有什么意义的 所以不用 不用刻意把这些文字留下来 你要切据一件事 那份文件通常都是你的主管自己写 所以他不需要 不需要再去看那个备忘稿才对 而且真正在报告的时候 你真的去报告这些内容出来 你已经把它死背起来 报告给别人听 你觉得你这样报完 别人也记不住 那个价值是什么 是零 在浪费彼此的时间 可以了解 这就是很多时候 就是主管可能就直接示意 下一个主题 下一张投影片 对吧 我觉得是会有这样的情形 所以真的请你们 请你们稍微知道一下 这个备忘稿不要使用 不要使用 然后真的在过渡时间 在过渡阶段 真的 因为你要知道说 从原本都是文字的描述 现在我们把它变成 变成这种图示的呈现 哇 这个是要大家一起成长的 真的 在一刚开始的时候 我把这个观念介绍到总统府 总统府它有限制 他们的简报的方式 例如说动画 只能放一种 只能放这个动画 就是慢慢的淡出 淡出 就是慢慢的出现 不可以用飞入 不可以用什么宗旨 什么一些奇奇怪怪的 就是没有必要 他们是认为是没有必要 不是他们不需要 他们认为说 你简报 你如果真的要呈现动画的话 你就只有两种可以选择 好 就只要设那两种就可以了 那再来 再来 我想我想问你们一件事情 就是你看哦 我现在我去播放我的简报 这因为是我做的 这一张是因为我做的 好 你觉得因为我这张 就是用别人的模板 对不对 然后去做修改 复制贴上 那你有没有觉得 这些动画 这些动画 需不需要 你看连动画都帮你做完了 对不对 记得 记得 假设你今天不需要 这些动画的话 你要把它全部都删掉 所有的动画都删掉 可以理解吗 或者是 或者是 你想要不一样的一个呈现的方式 好 那你就可以留下这些动画 因为他这些动画是有经过设计 有经过设计 那最后你只要把这些你不要的动画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他的动画窗格 像这一张就没有射动画 这一张没有 这一张有 这一张有 可以吗 你就可以选到他 然后把它全部都删掉 他就没有动画了 可以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吗 当你今天用别人的模板很有可能会有这种事情 可是动画又不是你所想要的 但是你也可以排版 就是你可以看一下 他在这个地方 这一张 这一张你插入的图片 然后呈现出来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也许你的主管可以接受 你就留着这些动画 可以了解 因为一分钟之内有加了这些动画 可以节省你好多的时间 有些主管他希望用这种慢慢的呈现的方式来去做一个说明 它是好事 那就要看你们的主管能不能接受 因为这你都不用再额外多增加你的工作量 你只要做复制贴上 还有插入图片 记得最后做完之后 你就要去跟你的主管来去核对 那个重点 重点有没有都描述出来 然后记得最后那个整合 整合起来要做一件事 背景的整合 背景的一致性 自行的一致性 我想你的简报就可以华力转身 变成简报视学化的一个要求标准 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提问的 真的你们在制作的过程一定会遇到 我就曾经因为假设我要办一个国际研讨会 我又是主要的那个报告人 假设光是那个整个过场的投影片 过场的投影片里面都是英文字 对不对 那已经不是那个字形对不对了 或者是那个背景对不对 这些问题一定都要调整 可是那个英文用字对不对 你最好的一个做法就是 拿去找专家 拿去找专家来去看一下 那些文字不可以有任何的错误 真的不可以有任何错误 这是各位可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但是当我今天我在去请专家帮我看字 润字有没有错误之前 我花了好多的时间去看那个 例如说每一张投影片 每一张投影片 例如说这个标题 它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我连它在几公分处我都要去对得好好的 我都不希望它上下动来动去 不过这一份 这一份简报 只要你使用相同的格式 它这个大小应该不会动来动去 很怕的是一件事情 有很多人很喜欢把这个标题字当一般内文字处理 就它放一大堆的文字 你要怎么办 我的做法是我只放结论 我只放结论 请问 请问如果这一张 这一张的结论 为什么不发现金 还要花一千元 才能够领振兴三倍券 对不对 我其实只会放消费效益比一比 可以理解吗 我只会放这个结论 结论甚至我就会讲说 我认为那个振兴三倍券的消费效益 比较大 这样了解 这就是结论 就是当你这边放很多字的时候 确计 我们只要放结论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简报 简报是要把结果讲出来的 这样了解 以上大致上是我今天想要跟你们分享的观念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能 好 请说 很多都不是 对 你说的那个小图事我建议你们只要去就是创建 就是创建它是我们台湾的一个单位叫做台湾创用 所以有美国创用 所以麻烦你们就去台湾创用 然后它里面它就有针对 例如说这些所谓的智慧材权权就是关于影像 影片 音乐 它就告诉你几个可以去使用的网站 像你刚刚说小图事 你就要在影像里面来去找 找那里面的图基本上都是可以用的 然后你要记住你的身份是公家机关不是商业组织 对吧 没有盈利这件事 所以这些图片是通通都可以用的 主要假设你今天你真的要请周杰伦帮你去代言 那个消费正清三费券的话 那都是另外我们会去签一些走那个正常的程序 对不对 可是你现在重点是说 当我今天我要使用这些图片 那就真的麻烦请你到台湾创用 它里面就有好多 而且都是不用钱的 而且都是真的可以使用的 记得是台湾创用 你去网络上去找 它就会提供给你了 记住台湾创用 不过我还是要稍微讲一个小概念 我们台湾人很不喜欢做一件事 就是我把我的相片影片音乐创造出来 我们很喜欢是用别人的 都不用设计 就是自己自己去设计的 所以我诚心的建议行政愿望 应该要去把模板花点小钱设计出来 不过上一个提示 我有跟长官分享这个观念 因为我们希望一件事 我们最后行政院做出来的简报 视觉化的形 是让人一看知道 这就是我们行政院做的 这件事情就是我一直在强调讲 那个模板 你只要用对了模板 大家都在用相同的模板 你做出来的简报都不会 有很大的差异 好 那我就暂时先介绍到这个地方 如果有什么问题 期待你们用LINE或者是WeChair 跟我继续保持联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